描述香港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电影《少年》要在我国上映,结果却无法通过电检局的审查,党取的理由是担心影响马中关系。 这部名叫《少年的电影》以香港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青年自杀潮为背景。 描述曾经被逮捕的17岁少女在网络留言要自杀,而她的朋友如何集结伙伴以及社工,希望在悲剧前救回少女一命。 电影的导演是任霞以及林森,去年他们在台湾金马奖做世界首映,并且入围最佳新导演最佳剪辑奖。 今年4月8号电影在台湾上映,根据当今大马目击的信件,电检局写给电影发行公司的信函解释, 这部电影试图正常化极端的示威行动,外交部认为播音这部电影将会影响马中关系。 信函说,电影描述警方在处理非法集会和骚乱时,对抗议者采用极端暴力滥用职权, 电影也传递讯息,也就是极端的抗议反对任何国家政策是正常的事, 这将给我国观众不健康的观念。 针对电检局的决定,要把少年带来马来西亚上映的发行人李伟康表示失望, 他说这是外交部自我审查的结果。